7月11号的时候 我在那个叫天舞华林的一个舞蹈培训班 报了一个总价18800块的一个培训班 那我自身就是原来是瑜伽老师 受伤之后呢 想就是那个手臂支撑力量这一块不行了嘛 然后就想转行 然后刚好在抖音里面刷到了他们 就跟他们聊 然后就是过来看了一下 就是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过来 就是报了这个名 这家天舞华林舞蹈学校 位于杭州萧山区金锐大厦18楼 张女士提供了当时刷到的广告内容 上面说成人零基础舞蹈培训 全国连锁签约教学分配就业挑战高薪 这让她很心动 联系上机构老师后 张女士咨询了VIP全能明星教练班 对方发来一份舞蹈教练班优势说明 上面不仅罗列了爵士舞 中国舞 抖音网红舞等11种舞种 还承诺免费考取证书 终身免费进修 且毕业推荐就业 当名的时候呢就是他们那个老师拿出合同之后 就直接给我就是说你把你的身份证给我 名字给我直接给我写上说你这里这里这里签字 当时我也比较大意就没有看合同里的条款嘛 合同是跟杭州天舞社华林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前的 选择全能明星脱产班 减免优惠后 张女士支付了18800元 合同约定 乙方因自身原因要求单方解除合同的 甲方有权不予退还以收取的培训费 乙方应当向甲方支付课程总金额 30%作为违约金 签完合同的当天晚上 张女士就提出要退换课程 我自己就是受伤了锁骨骨折 这个地方可以看一下 那八合还是非常明显的 锁骨骨折那个刚刚满三个月 回去之后呢我们去提醒 他说你身体素质的话 在恢复期间一下子强大的幅度 包括医生也说过了 就是重力幅度比较大的动作 是不允许在半年之内做的 所以我就跟他们去协商 聊天记录中 张女士希望换成强度更小的 10800元的班刑 对方建议他先上一天课试试 说没有这种刚报完名 还要改套餐的 需要跟领导沟通协调 他合同里的每条每框 基本上95%的 是以他们的利益为主的 根本就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 说公平公正的一个合理的 这样一个合同的一个条款 张女士说 没接受服务 就要付这么高的违约金 她认为不合理 只愿意支付10%的违约金 来到金瑞大厦18楼 天舞华陵大门紧闭 张女士说 新教室在6楼 目前正在升级装修 记得在装修现场 遇到了一名工作人员 对方拒绝接受采访 很快按电梯下楼了 记得用张女士的微信 给天舞华陵的负责人 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 安老师说 张女士当时来了机构两次 第一次是来参观咨询的 他们详细介绍了 课程内容和服务 张女士在对比过 其他五方后 第二次上门才决定报名 这不能算冲动消费 考虑到张女士 对考证与分配就业的服务感兴趣 才推荐他报名教练班 10800元的课程 没有这项服务 对于换课的方案 当时双方没有达成一致 如果我们是罢完条款 你知道吗 在杭州开店 你所有的合同 都要经过公安局 工商局看过才可以的 我们是经过律师 看过得到工商局 派出所的审批 才用的合同 百分之十是不可能的 你让他去问一下 律师违约金是多少 我们既然要走司法程序 那就按照司法程序来定好了 当天晚上 天舞华林与张女士协商 同意将课程更换为 10800元的套餐 并退还了8000元 张女士表示 这段时间下来 他已经不信任对方了 要求把剩余金额也退掉 机构方面不接受 张女士决定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1818黄金眼记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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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